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是瞎说的 谁是正经的行家 谁是连唐葫芦都没见过的啊 哪抄来的 这样挺好 互相有一个比较呢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学问的一个尊重 比如说这个这两天呢 我们听朋友聊天说闲话什么的 哎 我就觉得挺高兴挺好玩 有这么一个可乐的事情 我跟谁一念的这事我都觉得好开心 因为人家跟我说的时候 我也乐得跟什么似的 有一个不错的朋友 也是跟我们合作多少年的 然后写东西啊什么的 都是高手 他跟我说过 他说我给念的一事啊 你准乐 前些日子啊 没工作 找一公司上班 去了吧 好 一进门 老板挺高兴的 啊 来 送了一葫芦 咱们这葫芦是大师开光的 有这葫芦 逢雄化吉 遇难成乡 你给了吧 就打着呗 接过来就搁在办公室这儿 这头一天 第二天又上班 办公室正当中作为喇嘛 老板说这咱们请来的啊 给咱们镇镇公司啊 有他在咱们逢雄化吉 遇难成乡 发财打大的 老板请的很正常 第三天又来 一进门 老板说你看咱们今儿个啊 请了一高僧啊 和尚已经做法了 咱们公司这是要发财了 而且这高僧啊 已经安排酒店入住了 人已经送过去了 这什么俩小时还没回来呢 打电话过去说出事了 说这高僧啊 跟服务员打起来 人报警了 所以这公司上班吧 又过两天 好家伙 一进门 一向公司办公室点两根蜡 胳膊那么粗子白了 墙上都是血 吓坏了 哎呦 老板说你看你上班来晚了 咱们刚请一老道来做法 说咱们公司这回行了 逢雄化吉啊 遇难成乡 这朋友说这点蜡 我能理解 墙上那血是怎么回事 咱们杀了一只鸡 拿一只鸡 脖子上拉一刀 拿这血啊 喷在墙上 咱们这窝壁斜碎 哦 那那鸡呢 放生了 这朋友当时就辞职了 那鸡脖子上拉一刀放生了 你活了活不了 是不是 所以说有时候聊天 很多事情是很好玩的 那么除了聊天 知道这些事情 剩下呢 没事就可以多看了书 比如说今天 就聊一聊看书 认识的一位高人 我认识他 他可不认识我 怎么呢 这位人气很高 偏偏着视家公子 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纳兰姓德 这位家世显赫 大才子 最难得的还是个情种 那完美啊 少女的梦中情人 所以说 深受广大的文学爱好者 尤其是女文艺青年的喜爱 小说啊 电视剧啊 也老提到他的故事 纳兰姓德自荣若 是满洲正皇旗的人 出身很高贵 他爸爸了不得 他爸爸是康熙朝的富贵权臣呢 有相国之称 当然了 清朝没有宰相 但人家这个又有相国之称 纳兰明珠 那么他母亲呢 母亲是多尔滚跟皇太极的亲之女 也就是顺治皇帝的唐妹 这个纳兰荣若本人呢 比康熙皇帝小一岁 小时候呢 是康熙皇帝的半读 参加过两次科举 第一次呢 18岁 中局了 之后呢 好像身体不太好 回家养病 养了三年 又继续考试 成绩优异 后来又一直担任 康熙的晋身侍卫 他这一生反正挺短 但是呢 写东西写的多 340多却词作 广大文人雅士 老百姓那 争相传唱 咱们就说写《红楼梦》 那个作者曹雪芹的爷爷 曹寅 跟他就是好朋友 那会儿他纳兰去世之后 还写实怀念他们 说家家争唱银水词 纳兰心是几层志 银水词就是纳兰那个词集 那意思就是说 你们都喜欢 都他那个诗 但他心里想的 你们谁又真正了解呢 是不是 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事 首先你说这么一个 富贵公子 要钱有钱 要官有官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不高兴的 写那个词 怎么这么挨碗苦闷呢 是不是 这是第一 而且第二来说 他身为那是正宗的满族人 说为什么在汉语词词上 造诣这么高 怎么能够被汉族人接受呢 这也是个大话 咱们得先从纳兰家的家族史 多少说几句 这个纳兰家的家族史 它伴随着满清入关前的权力纷争 其实是挺悲壮 当时满族人这个姓啊 跟氏啊 是两个不一样的 不同的东西 纳兰这个姓 其实是属于满清的大士族 叶和纳拉士 这个叶和纳拉部落 就跟后来清朝皇帝爱新觉罗部落 自古就是那会儿在这个 争斗不停的这么一个状态 有传说吗 两个部落在开战前 叫阵爱新觉罗的首领就说 你看看那金闪闪的黄金 我们爱新觉罗就是尊贵的金子 因为满旅里边爱新觉罗就是金子的意思 叶和纳拉不服啊 指着脑袋上太阳 说你们那金子没什么了不起 你抬头看看 我们是你头顶上的太阳 你为这个纳拉是太阳的意思 这个反正总之吧 这两个大部落是连年争斗 互相仇恨 传说中这个叶和纳拉士的某位首领 打败仗之后 诅咒发誓 说我们叶和纳拉就算只剩下一个女人 也要灭了你们爱新觉罗 咱是都传说呀 这也不知谁说的 这事 一直到了这个 后来叶和纳拉士 把其中的一位格格 嫁给了努尔哈赤 哎 这位叶和纳拉的格格 就诞生了清朝的开国皇帝 黄太极 哎 不久 这个努尔哈赤呢 为了完成女真各部的统一大业 亲征叶和部落 那会叶和纳拉部落的首领 就是纳兰姓德的这个曾祖父 努尔哈赤派的是儿子 黄太极 也是叶和纳拉首领的亲外生 喊话劝详 说你们赶紧归降吧 快来吧 我们不抢粮食 不管怎么说吧 是吧 但是这个没成功 哎呦 这俩部落打起来了 天昏地暗 死伤惨重 最后呢 叶和纳拉这边的 这个首领 也就是纳兰姓德的曾祖父 然而给杀了 纳兰姓德的祖父呢 没有办法 只好就暂时先放下 杀父之仇 归降了努尔哈赤 所以说这个战况惨烈 所以俩部落就接起梁子 这个努尔哈赤呢 也想起来 曾经叶和纳拉是 那个有诅咒吗 说一个女人灭爱心绝罗 又说这个灭建州者 必为叶赫 建州就是女真人的故土 那意思就是说 叶和纳拉要亡建州 女人族的 哎反正就是 多年之后吧 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吧 有一个对清朝的覆灭 产生很重要影响的女人 也就是慈禧太后 当然这个离那亡国诅咒 那太远 咱不提呢 没说的没用 咱们主要说这个 纳兰融落 反正总而言之吧 这个他所在的 叶和纳拉氏族呢 跟这个皇族啊 他既有亲缘 也有血债 曾祖父死在 诺尔哈赤手底下 他的外祖父 皇太极的义母兄弟 多尔滚的这个 同父同母的亲哥哥 战功显赫 可是因为呢 在这个皇权斗争当中 支持了多尔滚 最终让顺治帝 传胜之自尽 所以说他这个 纳兰家的家族悲剧 他这个阴影啊 一直就是笼罩在他们爷儿俩的头上 爷儿俩就是他爸爸 纳兰明珠 儿子是纳兰荣若 可这爷儿俩被刺激了之后呢 他采取态度他不一样 你他爸爸来说 明珠宰相 纳兰明珠想办法做高官 有权有钱 富贵荣华才能踏实 有安全感 他们家属于是八旗里边的上三旗 正皇旗 上三旗的意思呢 就是归皇上本人统领 其他的呢 给并的其他武器 也成下武器 康熙朝为了保持八旗子弟的尊贵和独立 给了他们很大的优惠跟特权 尤其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 所以特别开通了很多这个特殊的渠道 这个渠道呢 就是内务府跟这个制造衙门 清朝的时候 很多满清子弟 都是从内务府的侍卫 转到六部 在晋升内阁成为重臣 索图和珅都是这样 纳兰明珠也不例外 他是大内侍卫出身的 武艺高强 而且难得的是精通满汉语言文字 口落悬河能说 口才文才都很好 所以康熙呢 就让他负责修书 这个明珠每次修完一部书 就能升一回官 有打太师 加封到太父 反正您看吧 清朝的学术与政治 是可以兼而有之的 知识学识 也是权力的一种来源 在那个年头 就是纳兰明珠在康熙朝 最红火的时候 未及人臣的时候 北京官场呢 有这么一句话 要当官找索三 要人情拜老明 这个当官找索三 索三是谁 索额图 索额图的父亲是康熙初期 四大首府的之首索尼 索尼还有一叫莫索里尼 跟这没有关系 那么明珠呢 娶了顺志的唐姐 按辈分说 明珠 就等于是康熙的唐姑父 你想唐姑父 他这多甜 是不是 厉害 这两位在这个朝廷里边呢 各述唐语 文武百官也是呢 有跟他好的 有跟他好的 互相争斗呗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卖官受贿 权倾朝野 明珠比索额图更贪财 田产风营 背公营私 史书记载吗 说凡是哪个官职 空出来了 明珠就放出消息来 就托人就可以卖 你比如说 德云社 演出队 七队 短一副队长 现在这职务空出来了 明珠就赶紧让人去 转来转去 随后通过他的手 三百五十块钱卖了 而且这个 明珠这个性格呢 他不像索额图 似的那么 那么横 那么厉害 所以说他呢 跟谁都客客气气的 结交很多 有文化的人啊 一些大儒啊 请到家里来 做上宾 所以说呢 他这会儿 这个状态 势力都很大 那会儿就有人 跟康熙说 说明珠 小人掌权嘛 这个爷儿俩就不一样 这荣若呀 纳兰庆德 跟他爸爸 这明珠不一样 他从小拜 汉人大儒为师 他骨子里边 他有知识分子的清高 这个东西很难得 你看他说 他自己写吧 写他自己 不是人间富贵花 不是人间富贵花 是什么呀 是雪花 雪花不是你们喜欢的 一些人间富贵 海棠 牡丹 各种 不是 我跟雪花一样 晶莹剔透 纯洁 干净 见了太阳 我就没了 我留不住 我是这么一个 这叫不是人间富贵花 这个纳兰融入少年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高的志向 他写了那个 他的词集 饮水集 最初叫侧帽集 侧帽 帽子歪着戴 这是个典故 是北魏 独孤信的典故 这个独孤信 祖先是先辈人 他虽然少是民族 但是为这个 当时治下的地区繁荣安定 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百姓也都很喜欢他 有一天 这独孤信呢 打了也回来 帽子有点歪 百姓们一会爱他呀 一看这 嘿 你看人家 帽子戴歪了 怎么这么帅 是吧 咱们也都歪着戴吧 人们都戴着帽子 都弄歪着 这叫侧帽 纳兰荣若 是用这个典故 给自己的词集命名 你就看出来了 他心里有 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报复 所以呢 他对他爸爸这个贪赃啊 什么卖官啊 这个他看不上 也经常为父亲 为家族呢 担忧 所以说有时候 估计心里的 你看我爸爸又卖官去了 这皇上知道怎么办 所以说在这个状态 这个心态下 他写出来的这个词 应该不愉快 他不是那个丰收的状态 再后来 呆在康熙身边 一天到晚的 聪明莫过帝王 灵力莫过江湖 待在皇上身边 看还看不出来 就感觉到 皇上对他们家 有想法 有忌惮 这叫什么呀 列位 半君如半虎 牛羊半虎眠嘛 是不是啊 这东西 睡觉是挺好 你万一老虎一睁眼 想吃点下午茶 夜宵 康康一口 就这东西 惶恐不安呢 所以呢 这个纳兰就吃了自己 很难受到重用 最早抽搐满智 满肚子如何如何 那么到后来 就改了一股的佛性了 哥 今天咱们得说 这就是一佛系青年 那词集呢 原来叫侧帽集 改了 改饮水集 为什么叫饮水集 如鱼饮水 冷暖自至 他呢 当然了 这个心性很清高 志向很高原 但是他自己明白 明白什么 无法逃脱皇家 你也逃脱不了 家族社会的 给他安排的这些东西 你这个状态 你从一出生就这样 你不可能要如何如何 所以他的词里 带着一种佛家 那个人生皆苦 就这个意味 这也是他这个 词封的一个重要的成因 所以这个 哀晚伤感这风格 你好多人很喜欢 拿来研究 拿来这个传厂都有 你比如说梁启超 他就形容 形容他这词 说假元明而上 直追李主 李主啊 南唐李后主啊 就能追在他那 为满洲学人第一 就这个 夸人夸成这样 这评价出自 一个汉族的学术大价 这个不容易 那么纳兰姓德 身为一个满族人 对汉文化有这么高的造诣 也跟当时清朝的文化政策 其实还是有关系 因为这个第一次提出这个满洲这个词呢 是这个黄太极 在这之前 女真族也吸收了蒙古啊 契丹那些个风俗文化 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原始 各部落基本没有受到文化的开化什么的 那会儿你像以渔猎为生 也不中庄家 基本望天收 打鱼打猎 说今儿这四个老虎 那五百只兔子 咱们就得了 说明天闹天气 咱们就饿一天 所以那会儿各个部落之间 它是为了生计 打来打去 骨肉相残 而且那会儿思维简单 谁强谁就是大王 所以清朝入关之前 根本就没有什么敌长子继承治 什么谁当大汗 没有啊 就是看谁劲儿大 谁横 谁厉害 谁不讲理 他横吧 战功显赫 来吧 大伙一推举就是他了 所以这种上武的民族 他很重视这个赖以生存的骑士 这就体现在满足很多习俗啊 那男孩出生了门口挂个弓箭 表示天丁了 六七岁的小小子开始就玩弓箭了 射鸟 这女人也是骑着马拿个鞭子 跟男孩没区别 十几岁的孩子 骑着马拿着弓箭 就打架逗着玩去了 所以说呢 这个很多事情 它都是有它的道理和原因的 那么这个满足人呢 他对自然万物啊 因为这草原部落嘛 他相信撒满轿嘛 他最重要一个观点 就是万物有灵